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其實我一早就應該要拍的 因為我已經存到一個...我真的受不了 大家看到封面圖,除了有這個大藍之外 已經放不完,還加了一大個環保袋 所以今天真的要快點開始 就由一些經常都出現的東西開始說 三盒化妝美,不陌生 前兩次胸瓶記都有出現過 暫時找到10盒 是這個I-Edit的彩色色 我喜歡的顏色是1號、2號、5號、6號色 不停買這些顏色 然後我第一次買在台灣買的 之後我都覺得很好用 原來香港也有得賣,所以我就繼續買下去了 它跟I-Edit差這麼遠呢? 這裡只有6盒 就是因為它沒有I-Edit可以戴全日舒服 我想戴5-6個小時都很舒適 但戴到7-8個小時,我就覺得開始乾了 那我就覺得它大部分顏色帶出來 都是看上去有東西的 不會太自然,只是啡色 那我自己都喜歡拍片的時候 都會常常用到的 然後就到3盒的淘寶洗臉筋了 看得我的影片都一定不會陌生的了 那我會不會繼續去回購它呢? 就要取決於3月的淘寶開箱片了 那因為合作的關係 那我就用了這個優勢呢 就去拿多了兩款其他不同的洗臉筋 到時候做一個少少比拼 看看自己究竟對於不同價格 不同價位的淘寶洗臉筋呢 是不是真的效果相差很遠 那就到時候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了 不知道為什麼呢? 除了日本這個經常會出現的日本補充妝Toner之外 其實應該是有我用的Softimo 下妝油的包裝 但是不見了 那Anyway,都是一些常見的物品 我就不多說了 然後就到兩支的洗泡水 一樣都是12元店 舊版和新版 舊版好用很多 但是香港應該全部都是在賣新版 它那麼便宜,沒所謂 都會繼續用下去的 化妝品這次好像不多 有TOOFACE的HANNOVER PRIMER 我超喜歡用 所以我已經用第二支 這支已經用完了 是一個日本買回來的粉餅 我自己是用來帶出去補妝用的 很久之前 但是後來發現自己也不太補妝 很努力地用了三年?兩年? 終於用完了 然後還有MASCARA 我經常都用的Dolly Wink 依然是我的最愛 一直都在用它 兩支的Maybelline遮瑕膏 我最近就換了做唐國牌子的一支 但是Maybelline這支我依然會回購 因為用它的時候其實很自然 它是中度遮瑕膏 完美遮瑕了我的客眼圈 缺點是它持久力差一點 讓你們看看它的包裝 這一支是旅行尺 試完就是2017年的Evan Canada 其中一個產品 我用的時候覺得它挺好用 又輕又小 所以我除了這支小 我特意買了貨裝 也挺貴的 185元左右 然後貨裝是不好用的 超離奇的 貨裝我知道 你塗的時候 它是很濕潤 然後很久都不乾 跟這支小的差天共地 好 還有MASC的這支Prat and Prime Fix Plus 這支是定妝噴霧也挺有名的 我都用了差不多一年 終於用完了 對我來說 它有一個很大的作用 好處就是你噴了它臉的時候 它可以令到你的底妝和化妝品 是融為一體會挺漂亮的 但是我又不覺得它對於持妝度 有一個很大的功效 而且它噴的時候這個噴嘴 我覺得不夠霧化 所以我反而是想尋求一些更好的fixing spray 一開始就先說了一支潤唇膏 它就是Caudalie的這一款潤唇膏 說真的很少潤唇膏 我是可以用完整支 因為我又會不見了 不知道放在哪裏 每個袋也有一支 所以是很難得的 它不算貴的 我上網買大概都是50元一支左右 跟現在那些比較貴版的萬壽倫敦 差不多是假的 但是也不會特別潤 很驚喜 有什麼值得回購的感覺 也沒有的 洗臉產品有這兩支 Kerens這支 已經打入了我去年的最愛護膚品 所以也不多說了 另外Affine這支也是cleansing cream 它沒有奶油那麼流質 它知道出來是有少少奶油狀 我自己挺喜歡的 這支是我在赤柱的時候 有人在街上排的 超開心的 對啦 那會不會回購呢 可以的 但是也是一樣 我也是想試試不同的 多過不停回購一支新的 這支防曬我是在Lokon買的 一開始用的時候 都覺得它的質地不錯 也挺適合秋冬 這些比較乾的季節用 但是呢 當它去到夏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焗燥 所以我後來很努力地塗身 塗完這支防曬就算了 就不會再特意去買的 接著就到四支的 serum 第一支是12元的 serum 這一支是我遇過最雷的一支精華 所以大家就算12元也好 就算你去到日本 七個多也好 都不要買它 水來的 不值錢的 第二支呢 就會是The Ordinary的Buffet 它算是這個品牌裡面 我最喜歡的一支 serum 我覺得它也挺全面的 它不會特別保濕或者特別滋潤 但是你用它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臉都算平均 但是你說會不會回購呢 我又覺得未去到一個 有什麼明顯的功效 令到我又覺得一定要回購它 一定要用呢 那我就沒有這種感覺 然後就到外牌 Clairs的一支維他命C 這一支是試用品 我用的感受就是它沒有令我變白 也沒有令我變黑 對啦 就是這麼簡單 它不會一直用很顯著的效果去美白 但是有個好處就是它真的沒有令我敏感 因為我用很多很多的維他命C產品 都會起到很多一粒粒 一九九好像出風爛一樣 它沒有的 最後一支就是這個Bissell的Ace Serum 它算是塗上去比較有感覺的 serum 不可以日頭塗的 我覺得日頭塗會有少少焗的感覺 但是它是快吸收的 但是你說會不會有它說的 那些 Anti-Winkle Whitening Firming 和Moisturizing 我又不覺得 它是平均地整體 令到你的膚質向好那方面發展 但是又不是神奇地向上 不過它的價錢呢 我記得是有點貴的 大約三百元左右 所以我又不會回購它了 還有Opure這支Lock Mascara Remover 都覺得很好用的 不過我純粹對於這一類型的產品 全部都很喜歡 無論它有好 Kiss Me也好 都是很好用 所以這一類型的產品 我會一直回購 但是你說是否一定要買Opure這支呢 我又覺得未至於的 接著就到兩盒Lineage的Lip Sleeping Mask 這一盒是貨妝尺 這一盒是Travel Size Travel Size 我是在尖沙咀的龍城買的 我自己每一晚都繼續用它 特別是我這幾天 不知道大家在鏡頭看到嗎 我是鼻敏感緣 之後爛了唇唇和鼻液 如果我口敷完 其實它是快點去回復的 所以它有它的作用 都是這麼久以來 為什麼一直都是比較熱買 有它的原因 我自己覺得 好 護膚品又說完了 這條影片究竟會快還是慢呢 我覺得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多東西要說 但是呢 都有一定的數量 好 那就說這一支洗頭水 大家應該都會在萬寧看到的 不要買 我覺得不好用 我覺得它洗不乾淨 一邊洗 你一邊覺得自己還有東西要洗 但是其實洗了很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用某些洗頭水 它就絕對是這一種 然後兩支洗頭水 大家應該比較密身的 你看到旁邊 是很震驚的顏色 因為我的頭自從18歲開始 一直都是染髮 然後它現在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它脫色脫得很噁心 所以我一邊出去剪頭髮 都會跟髮型師說 有沒有一種顏色 是之後脫的時候 不會好像那些 枯草的顏色呢 他就介紹了這兩支洗頭水給我 我一直都很努力地去用 它擠出來的泡 全部都是shocking pink 但是進不了我的頭髮那裡 然後到髮尾 沒有新意的 都是這兩支 一支就是洗完頭 一支就是我出門前用的 一支就是我出門前用的 然後到兩盒髮磨 Fino這個都用過幾盒 沒什麼特別要說的 Subaki這個就是之前在沖繩買 原來香港和沖繩買的價錢 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我八百地拿回來 它的用量很少達到一個非常滋潤的效果 但是我相信應該是冬天的時候才適合 如果夏天有機會會令頭髮出油 因為實在太滋潤了 然後到一支手霜 之前在日本都買過 給我買的 當然我知道你們可能不太有空 但如果你們收到又覺得好用 可以告訴我 讓我發現原來有滋陰人 我會開心一點 然後到B.O的止汗劑 香港是有這個系列的出 但沒有止汗膏的 還有塗完後是有汗出的 純粹是快點揮發 沒有浸味 我自己就很喜歡 原本這個我都沒有特意想分享 我當時撕爛了之後就放在垃圾桶 但後來我浸完後就決定一定要跟大家說 這一款系列 不只是它 總之你認住這個樣子 很臭 超臭 我一邊浸肉的時候 一邊聞到那股味 好像有一股臭腳水的味 總之很臭 我真的不要買 我在EON買的 大家在日本看見也好 哪裏看見也好 因為它說得好像很養生 又有薑 又有艾葉 又有柚子 嘩不行不行 真的很臭 對 我已經說完了 終於 然後等一下就要丟垃圾了 我今天就分享了我過去這幾個月用完的產品 雖然這次不算很多 但我已經覺得趕了超久了 我拍了我想一個小時左右 對 希望你們喜歡這一類型的空空相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